这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维正篇第十八章 子章学甘露 子曰 多文缺语 圣言奇语 则寡游 多见缺带 圣行奇语 则寡悔 言寡游 行寡悔 路在其中语 子章学甘露 子曰 多文缺语 圣言奇语 则寡游 这个缺 空缺 缺语 对一些事物有怀疑 对于有怀疑之事 不下断理 有待 查证 我们一般讲 宣传保留态度 这个叫缺疑 多见缺带 带这个之事 危险这个为的意思 知足不露 知子不带 子章 学甘露 那么这个禄 在我们中国 一般传统 这个跟福星 寿星 排在一起 福禄寿 所以禄是禄星 又称子星 这是 禄 代表 家关 跳等 就是升级 一次升好几级 我们一般 也称为财神 那么 子章 求学 要求甘露 求这个露味 来请问孔子 那么 怎么样 求这个甘露 求露味 孔子答复子章 遇得广学多文 天下是很多 应尽量学 不明白者 不说 你们必须学 这点 心脸 见了 才说 有疑惑 可以 从缺 不谈 对事情 不能很 确定的 那可以 不讲 就不要去讲 知道 十成 只说 七八成 谨慎 别 全说 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 有十成 也不要 全部说 说七八成 也就可以了 就是谨慎 不要 全部 都说出来 那么 说的太多 恐怕 又说错了 胡说 便是 诬告人 造口 说错了 就是胡说了 那就 污往人 就造 口的恶业了 只要 说得 恰到好处 便停止 不说 多说 会惹出 知业 能如此 者 过错 自然少 所以 我们 对 任何事情 说到 恰到好处 就停止 不要再说了 多说 恐怕 惹出 很多 支支夜夜 那么能这样 过错自然 就 减少了 以上 这段 血路老人 给我们 讲解 这个 求路未 多文缺疑 下面 多见 缺带 盛行 其余 则 寡悔 缺 这个字 如果在姓氏 念缺 那么这里 念缺 多见 缺带 带 在此 勉强可当 为 不安 的意思 所见 虽然不少 但还有 不安 有疑虑之处 则从缺 不但不说 也不要之做 就所知道的 只行个 十之六七 不过 以不及 过于不及 孔子讲 忠道 所知道的 行之六七 自然会减少 后悔的事 犯错事 就会 后悔 那么这段 雪如老人 再给我们 解释 多见缺带 盛行其余 则瓜慰 我们 所看见的 虽然不少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 有余力的 不明白的地方 不但 不要去说 也不要去做 我们 我们只就 所知道的 事情 有把握的 做十之六七 不超过 也 没有不及 自然会减少 后悔的事情 因为 如果 没有把握的事 那么我们 勉强去做 做错了 那后面就会后悔了 那么以上 这个 是雪如老人 给我们的解释 言 寡于 行 寡悔 入在其中 若能说话 少过错 我们 讲话 很少 有过失 错误 行为 也不后悔 做事 稳当 如此 去当 公务员 便是 当得 恰到 好处 公务员 在 公家机关上班 保持这个原则 那就 入在其中 自然 你的入位 就提升了 也就能得到了 中国古来 讲究善了 绝不像今日的玄境 这句话 雪如老人 给我们讲 在台湾的情况 写西洋人 写美国式的那种 民主选举 那这个 一般讲竞选 竞争 来选 那这个是 跟我们中国传统 这个 古代 讲的 善难 那是不一样的 总是 自己迁徙 去 推崇 啊 贤能的人 那 那不像 今天这个 贤疾啊 都说自己好 别人都不好 好 那么 这张书 我们就 写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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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